明朝第一猛将长玉春到底有多牛 如马一生的他战无不胜从未吃过败仗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能将十万众横行天下 军中称长十万 长玉春的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 以至于援兵听到遇到长玉春的部队时 都十分的惶恐和害怕 长玉春是朱元璋手下的一员猛将 两军对阵的时候前锋的位置都是他的 关键他能够力战克敌未尝败继 1364年长玉春率军和徐达会合 先攻克了卢州 后来又占领了江西等地 朱元璋将长玉春封为副将军 徐达为大将军 两人率领二十万名军去东边讨伐张世成 徐达和长玉春先后攻克了杭州等地 张世成孤立无援的镇守苏州 在长玉春和徐达的持久战下 张世成守城失败而亡 朱元璋获胜后大喜 封长玉春为恶国公 1367年 朱元璋令徐达和长玉春讨伐北援 长玉春率军奋战 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平定了山东等地 援军在北方的实力大大的削弱了 明军势如破竹 长玉春率军单枪匹马的在落水北面 击溃了援军主力 后人称之为塔尔塔大捷 长玉春在这场大战中立下了汉马功劳 为明军攻克袁大都打下了基础 1369年 长玉春意外去世 朱元璋文桑大为悲伤 亲自出殿 追封他为开平王 甚至海令画师 画了一副长玉春 身着红色龙袍的像 以示奖励 如今长玉春的墓就在紫金山脚下